中文字幕 李宗盛 往里这样走的话是真正的这个牧民人家 然后让外地人也体验一下我们这里的牧区 我们这里的牧人之家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我们呢就非常的清楚 这就是可调温的 然后掀开之后我们就阳光照射进去了 走进他们家我才真正看到了 文古堡最原始的模样 是爷爷奶奶讲述过的那种画面的完美回忍 有他们说的 一间小小房子里 东西应有尽有的样子 女士应该是坐这边 因为通常我们文古堡里这块是厨具 然后这是晚贵晚家子 我们家也有来讲 然后很久很久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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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也有过这种柜子 木柜子的油漆掉到有点模糊 宁愿能看到图案 听说进门看柜子上的图案 和规定每个人家都有的半导体 来判断这个人家的日子是否过得富裕 应该这个时候有五六分眼带来 眼带来转 带来一起装碗 用这个羊毛毡子做的 我们家有很多年 木类的经济油漆 但是我们在千禧油漠的时候 装在这里完全不会碎 不会碎 但是这个图案也是非常的好看 秀的 我们家有什么东西 那我们家有的 我们家有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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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这个家里 回来 如果他们家有三个人 回来 我们家有三个人 都在家里 有三个人 有三个人 在家里 到家里 在家里 有3个人 我需要試試鏡 放在一塊的水上 可以給我看看 放在一塊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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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水上 放在水上 我會把水上去 放在水上 有什麼水上 我會再放在水上 我们就变下一个人来帮她们 因為她们是在乡的地方 我先是在乡的地方 我先去乡的地方 我先去乡的地方 妳们都在乡的地方 我先去乡的地方 我先去乡的地方 我们先去乡的地方 看那每根木头交接处都是一个木钩 是后来想到的妙招 还是前辈们独具匠心的智慧 这些木钩都不太会玩 真正玩得好的是几秒或者几分钟就做出来了 把这个放到这里 通过这个 其实不是通过这个孔了 就是通过把这个线 开会玩 看过玩过水上的那些橡木 然后看过了木人之家 我们要去到另一个橡木去玩 看这个的雨马上要下雨了 快走 山麦探劳又是我们的蒙古语教学文学 今天我们学习报纸 报纸 叫神 神 神 某语当中的神这个字呢 名词的时候是报纸的意思 然后形容词的时候它是新奇的意思 从报纸上能看到新奇的一些东西 所以它们两个呢是一个字 神 然后呢 新闻的话 神 那么的 这个我们以后再教 新奇和报纸是神 神 神 结束了 出seen 根路 就是 神 神 神